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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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杰 在时尚圈混了这么久 您不会连胖女人没前途都没get吧 比赵薇更过分的是张魂妹 自发胖以来 天后出门只能靠黑衣撑场 黑色卯钉很天高 黑色丝发成出白 就算有宝格里高级烂宝石珠宝成长 也被这横向发展的身材楼成了淘宝爆款 地球人都知道阿妹唱功了得 地球人也都知道阿妹All in Black的难言之意 在乐坛 你是三度金曲丰厚的歌神 在时尚圈 你被淘汰出去已经很久了 在鲜肉当道的季节 时尚圈自然也是他们的天下 花哨景不然颜值高 情商高 衣商更高 路易威杰 段夹克配大长腿 他是轻爽简洁的阳光大男孩 Veloti 黄西装配九分裤 又化身小风骚有腔掉的牙匹绅士 帅哥就应该如此会穿 景不然给出了正确示范 虽说吴亦凡绝对是领军鲜肉 但这次时尚圈却用力过忙撑了反面教材 号称致敬MJ的他 以Granche套头山两下 两串紫发在耳边气不飞扬 你真的以为我们没见过MJ吗 我说怎么看怎么像雅典那cosplay 致敬不长十八米 男神惨变男神静 到了南庄中 梧桐鞋依旧不思悔改 再帅气的Granche剥点西装 也敌不过沙马特发型的诋毁 盯着这样一头越南西简吹 小四还能让你上绝技吗 我说由衷地感到担忧 倒是要真被换下阵来 可别怪波叔没有提醒过你 时尚加点料 一周大联播 咱们下期见 让时尚更生动 近载OLT 大家好 我是张慧文